交互的动作说明 我们要来说明增加技术 减少技术跟重置技术 那这边呢 我们来看看 首先我们再加两个图好了 一个是增加 一个是减少 那一个是重置 需要三个动物进来 那事实上应该在Fotermic 做比较好看仔细的按钮 那现在我们因为是在介绍功能 所以我们就做比较简单一点的 好 如果点这里技术会增加 点这里技术减少 点这里就归零 那还要再插入一个哦 技术哦 对不对 本页的技术 那这个我们给大家大一点 修改都在这里 还记得吗 好 忘记了看了 做也OK啦 80 这里大小80 80其实还不是太够的 我们大一点夸张一点 150 我也让各位看清楚 大红色 对不对 那最小是零开始 只能到100哦 那这边如果说1000分呢 就打1000 我们到50就好了 最多到50分 好 我们要来指定了 当我点选这个核码的时候呢 技术增加 所以在交互的地方 当我触摸核码屁股的时候呢 对象技术的地方 做什么呢 增加多少 每次加10 确定 那如果点到这个呢 就减少哦 触摸到这个物件的事件 引发以后 对象技术器 做什么呢 减少 加10 可是减5就好了 可是如果点到鸭子 就全部变0分哦 当我触摸到鸭子的时候 这个事件发生了 事件对象是谁 技术器 那么它的功能呢 我们要说什么 重置技术 添加 就变0分哦 来我们来看看 我开始点了 10 20 30 40 50 再点 不会多了 为什么 最大50分 点这里 45 40 35 那直接点这个鸭子 就变0 所以这个是增加 这个是减少 那这是重置 就是归0 我们就完成了 技术的一个设定